苦从哪里来的 苦从谜来的 谜你就胡说乱想 你思想有错误 你的言行就会有错误 因为言行是思想之道 思想错了 言行就错了 你做错事情 你都受苦报 大臣是智慧 你有了智慧 你的思维是纯真的 你的言行 是或情或理或法的 你不会做错事情 那你就想福了 中国人真有智慧 你看中国人那个祸跟福 很像啊 这两个字非常接近 只差一点点 这就是告诉你 祸福只在因恋之间 因恋为自己 自私自利 祸就来了 因恋为人呢 福就来了 为人才是真正为自己啊 为自己是真正在害自己啊 这个道理要懂啊 现在这个社会 我们冷静去观察 迷了 迷在哪里呢 中国人讲啊 迷在前沿里面 中国从前用的铜鞋 你看 民国初年 清朝时用铜鞋 员的当中有个孔 有个方孔 那里就有含义 员里头要有方 员要不方的话 那问题就出来了 叫外缘内方啊 这做人就对了 他都有表发的意思在里头 钱是不是好东西 不是好东西 你看中国这个钱字 这边是金 那边是两个人拿着刀 在干什么 抢啊 这不是好事情啊 就告诉你 这很危险的东西啊 那你看到这个字 你就想到的时候 它的意思 钱够用就行了 不能贪夺 贪夺 货害就来了 灾难就来了 那人 在社会要懂一谷 啊 你的财富 你命里头有没有 命里没有 啊 你要想用不正当的方法去得到 跟你说 你得到了 还是你命里有的 你说你愿不愿望 啊 命里没有啊 用什么样的手段都得不到 啊 拿到枪去抢 都去抢不到 哎 你枪还没有对人 后头警察把你抓到了 你就坐牢去了 啊 你小偷你就偷 啊 你还没有偷到的时候 警察把你抓去了 这就是什么 命里没有吧 啊 偷人 抢人 都得不到 命里有的 偷的 偷来的 抢来的 通通是命里有的 你是你愿不愿望 人真懂得这个道理 他心是定的 啊 我在没有的时候 我不会去偷人 不会去抢人 为什么呢 心里清楚 命里没有嘛 命里有的时候 到时候就来了 不用着急 撒不抢人